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灵指通过修炼使之具有顺利跨越太极弦 进入四维以上空间与隐态信息交流沟通的能力 以便在修炼中能够随时得到隐态师父的指点 呵护和加持 从而进入仪器妙龄之佳境 感受生存与修炼中的种种神奇美妙 认识宇宙的深邃浩瀚体验天地人的法则大道 通灵只是六甲法术奇门修炼的初级阶段 一般的人通过修炼均能够达到跨越太极弦 进入四维以上空间 与三界隐态信息进行交流沟通 但在与隐态信息交流沟通的过程中 由于所修内容不同 得到隐态信息加持的信息也不同 其表现出的形式也不完全一样 有些人叫善于接受隐态信息 给予特定题材的特殊信息 如太极神拳 从不会太极套路 却能够打出娴熟 刚净优美的太极拳法 有些人善于接受纯粹的疗愈能量 如天一法 只需把手放在病人身上 通过隐态信息的加持 就能把能量传导到病灶或不适的部位上 有些人是进入半出神的状态 以笔自动书写添书 对于纸上流畅而出的文字 他们并非有意识地刻意控制 反倒常常惊奇地念出自己所写添书的内容 有些人是闭着眼睛 有些则两眼睁开 却能看到过去久远或未来发生的事件场景 有些人采用清楚又独特的说话方式 有些则保持他们原来的说话风格 能够准确地预测出即将发生或以后将要发生的 诸如何时有才 如何得才等等 大部分的人通过六甲法术奇门之通灵法修炼 最后都会走到口头与三界祖师神明沟通的方式 因为它快速而容易 一是深情境 通过六甲法术奇门之天游揭命或壁谷修炼 达到全身经络 八脉 基本通畅 五脏六腑干净 素疾基本消除 心疾不燃 身清净不仅要把握自身有形之质的净化 更要把握非肉眼可见微观物质对身体的污染 例如摘戒要求中物食 牛 狗 蛇肉等高品味信息体类食物 就是一种清洁身心之法门 灵观玄法之通灵法修炼必须把握的更重要的一点 是自己体内五脏六腑中各种外来的不良信息 以及本身隐态 全息系统的阴神 三师九重的清除 试想满身污秽之气 三界祖师神明如何肯与你接近 二是心清净 心清净乃是六甲法术奇门之通灵法修炼的根本 其重要性又在身清净之上 两者之间心为主 身为府 认识上应名词理 修持上应分清主次 二者兼顾才符合修炼法度 这其中关键乃是一个清字 无清则无境可言 二者护根 所谓清 灵台无物为之清 既无一念为之清 远马劳收为之清 精神谨慎为之清 万元放下为之清 对于中根下根之人来说 要达到心清 只有从心意上下功夫 心缘紧锁 一马劳栓 心地贫贫扫 陈情细细除 六欲七情长扫除 万元都放下 方可达到或逐步达到清的境界 没有达到清的指标也就无所谓心境 心不清则心境只是口头禅 心清静目标的实现要注重把积德 立志 忏悔 尊师重道 贯彻落实在自己思想 言行 举止 公态之中和梦境之中 才能逐步达到心清静 真正做到在七情场中一尘不染 在六欲界里一波不升 由于六甲法术齐门之通灵法是神修法门不需苦练 姑休 枯作 但也有具体的修炼要求 其中身心清静则是顺利通灵的前提和基础 在此前提与基础上再通过具体技术修炼 才能够跨越太极弦 进入四维以上空间 与三界祖师神明沟通 当然 每个人通灵的时间早晚不同 这要看个人的素根和缘分 修炼通灵法的过程 首先选择修炼的时间是午时 保持身心放松 在室内面男静坐 两足心相对 两手掐通灵手印 自然放在两腿根部 鼻息口呼 坐三次深呼吸 土固纳心 同时收敛精神 断除其他杂念 两目微闭内饰 仿佛周围一切都不复存在 入天地混蒙之境 接着念通灵咒 心神丹元守灵君 秉微德 显圣灵 通造化 达至真 极有外事 素来告人 心章上奏 太上盛情 云与不云 报我之文 说明一点 这里主要是讲梦感通灵 而上面的通灵咒修炼得法 将来能得童子而报 不过这里只需念咒到观想真切就可以了 不计变数 接下来意念融合成一个光团 在上冲心前 照住单元君身形 裹住其继续上行 然后意念自己射出金色光柱 拖着单元君飞入天神面前 与天同言语 此时不要受外界惊扰 一定要静气宁神 待感觉非常清澈后 意念两人合为一体 隐于金光之中 而通灵大法中的友谊密修法术 那就是掐指神通 修有成就者 手指一掐 料事如神 太上老君 铁拐礼及江上 江子牙都善用此数 后来的鬼谷先师 诸葛亮 刘伯温等也善用此数 然而人们却很少知道此数的修炼方法 所谓掐指神通 就是训练个人灵力 灵感 使你的灵能 灵场 由弱到强 从而使你的灵力产生智的飞跃 达到与灵界沟通之境界的一种法术 修有成就时 能预测己胸祸福 知过去 小未来 料事如神 还能让你健康长寿 烦老还童 智者 能以法物法 以心印法 心法合一 此法运用 掐动拇指 食指 中指 无明指的方法 来接通 天 地 以人界信息 以食指 接通 天部信息 以中指 接通 人部信息 以无明指 接通 地部信息 母指 则为 接通 灵界信息的金钥匙 是开启 灵感 产生灵通的 总堕杆 如此将天地人 三才信息 定于掌上 天下万事万物 尽在掌握之中 这就是 万物有灵 灵通 沟通于 掌盘之中 训练时 一般使用左手 如果你常用左手干活 那就使用右手训练 掐指神通训练方法 一 掐指通灵的时机 行者松静身心 拼除杂念 以拇指自动地在中指 食指 无明指上清点 当练到心神合一 以心印手的感应境界时 就是掐指神通现象 此法完全是一种灵的感应现象 有人说 此为训练运用潜意识 以心印手 心为发射机关 放之于手 即可掌握天地人 乾坤玄机 二 口诀真言 身姿站坐卧均可 但以盘腿打坐 训练为最好 静心守神 拼除杂念 把心意收回来 放下一切心事 忘掉不快之事 口念真言 三请三清 祝人民通灵 普降甘露 加持人民 扫除污秽 令人民长生 以左手灵观觉 右手剑指 将全身及四面八方通话一下 但要注意 真言要一口气念完 不可稍有停顿 更不能心有杂念 要心神专一 持送一遍 念出的声音 以自己能听到为准 但不要让别人听见 练法时 即闲杂人等观望 最继身旁有人 露齿笑或受惊吓 在乐视中的妇女 不可近身 掐指神通 每日练两到四次 每次念诵三百二十四遍 当练到手有了暖气 血液流动加快 也就是面部发热感 发烧感时 就是三界信息已到 三 真言口诀 站 坐 均可 双脚 与肩等宽 双掌合十 置于胸前 面向北方 心神合一 拼除杂念 口诵 敬身 真言 七遍 接着 边掐指 边念动真言 神仙传下掌中诀 灵通 不用四助力 恭请灵气 循环转 天机周流 无休歇 三百二十四遍 每持送真言时 要微闭双眼 练功前 结好二遍 洗手 束口 洗脸 穿宽松衣服 饮食以七成宝为好 平时多食素菜 尽可能少吃大鱼大肉 和刺激性强的食物 修摆日后 自会有成就的 好了 今天的内容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 再见吧